我不用做了,所以就是建議大家 在三期裏面,我們叫三期,日期,產期,暴雨期 正常工作,保持勞動關係 正常工作,保持勞動關係 一切都可以 享受生育各種補貼等等,勞保福利 而且目前很多單位真的做得不對,提醒者,王主持 這個不好的民生節目 提醒那個勞動者,很多單位進行懷孕之後勸退 你回家休息了,勸退不用不辛苦了 洗完之後再回去 這個絕對不可以聽 所以我們王主持這個民生節目一定要說這件事 其實我又覺得奇怪 如果單位正常是交了生育保護 他不應該勸自己的職工,勸他回去休息 他主要是怕難管理 這段時間不上班,又要給待遇 管理,很多懷孕婦 肯定要做很多照顧方面 所以寧願勸退 在這裏再次強調 不要終止勞動關係 就算身體不適合 比如說要補胎,我要回家 你也請病假 我就算不上班,我難聽一點 沒有工資也好 我又經常補 我保持那個勞動關係 為什麼要辭職呢 我多次包括我自己家的物業公司 那個師父的老婆 我都叫他不要辭職 你不用理他嘛 是 你說不是,我要回去養胎 你就請病假 請病假 當然有症狀 你又不能夠 我一有,我還要請病假 去醫院,科學的陳端 確實需要保護 應該是保護 堅決保護 但是勞動關係為什麼要終止呢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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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希望大家透過聽節目 就要了解更多的勞動法規 了解更多的勞動法規 保護勞動者的一些權益的東西 如果不是,遇到問題 你自己放棄 那就真是誰都幫不到 好,我們稍微休息 回來繼續我們今天的專題 我們會 講到工商和生育保險 社會保障關乎個人 適及全社會 週四中午1點到2點 珠江經濟台,黃英熱線 邀請廣州市人社局負責 就工商和生育保險問題 接受你的資訊 歡迎節電 020-3623-7880 020-3623-7880 歡迎節電 歡迎節電